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個清脆爽口的黃瓜炒肉 這道菜的關鍵是把黃瓜煙一下 切成條放到碗裡醃製 鹽放得多一點殺得快 像血一樣的均勻的灑在上面 點兒糖甜鹹都有 充分的攪拌均勻醃製十分鐘 把肉切成小碎丁 這個豬肉一定是瘦的 切成小碎丁 先加油 然後把黃瓜炒香 切成小碎 油筆 可以炒香 吃醃製的黃瓜 這個黃瓜就醃好了 醃出這麼些水 把醃出的汁倒掉 倒入清水洗净 这样做出的黄瓜 清脆 爽口 香 攥净水 备用 鸡粉 白糖 鲜酱油 蚝油 淀粉 来点清水 搅匀 备用 起锅 烧油 倒入肉沫 把肉沫炒至金黄 吃起来就腥到有香 蒜 香米辣 放入调好的料汁 倒入煎好的黄瓜 搅拌均匀 一分钟 出锅 清脆 爽口的黄瓜炒肉做好了 清脆 香辣 好吃 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 快点来 试试吧